花蓮县议会8号上午进行第二届第四次临时会的二三读会议程 此次临时会在程序委员会时将花蓮县政府的追加检预算退回 所以今天共有27案进入二三读议程 而其中议员张美慧提出国土计划咨询委员聘任二三位 不过当中具有原名级的委员以及社团法人委员比例是相当悬殊 而且花蓮县是全国原名人口最多的县市 应该要考虑到聘任委员时 社团委员以及原名级委员的比例要有所增加 花蓮县议会进行临时会议程 今天共有27案进入二三读 其中27案包括民政类8案 财政类4案 建设类2案 教育类6案 农业类6案 保安类1案 议员们对于大多数的提案没有反对 但是张美惠议员提出 国土计划咨询委员的聘任 二十三位中具有原住民级的委员 以及社团法人委员比例相当悬殊 应该要考虑到具有原住民级的委员名额 这些委员已经23委员已经聘了嘛 那你的意见我们来看 它的组织条例里面有没有增列委员的这个名额 若有我们可以列入考虑 若没有我们就要等到下一届改选的时候 我们再来 是一年一聘吗 这个成员就是这些相关的规定嘛 在县府地震处有一笔国土计划委员会的一些相关的费用 那对于这个国土计划的委员的成立 我特别提出询问 就是我们的制议委员是怎么产生的 有几位 那在这个相关的原住民跟非原住民的一个比重上 那是不是也有些对等 那因为我查了这个相关的名册 就是有23位 那这个是公开的资讯 那但是在这个民间团体的部分 只有一位 除了机关团体 政府机关在家专家学者 民间团体只有一席只有一位 我们认为应该再把这个民间的声音 甚至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原住民跟非原住民的比率的调整 应该都要考量都要检讨 那希望在这个国土计划的这个审议委员 在花莲县的这一层 就可以很完整的来吸取 吸收听取 那相关的一个意见 可以让这个国土计划的审议可以更完善 有原住民议员就认为 花莲县许多乡镇居住的原住民人口相当多 希望县政府在聘任咨询委员时 应该要考虑到原住民委员的聘任 以有利原住民土地的划分 因为花莲县是原住民县 那希望在原住民土地的部分有多所琢磨 期盼我们县府能够增加或者是调整 这个我们的这个国土计划审查委员的部分 而原住民的部分的比例 希望不管是民间团体或者是专家学者的部分 没有一定说不可以有原住民身份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衷心期盼 县府能够对这个原住民的土地 做这样的一个回应 也让我们在国土计划实施之前 能够让我们原住民的土地得到最最保障的一个 这个罢官 商美会议员认为在咨询委员的聘任上 应该要将民间团体以及原住民委员的比例聘任 应该要再进行检讨 以利国土区分能够更广纳地听取民众的意见 记者凌桀 花林市采访报道